我们每天讲车 但是今天要看点特别的东西 因为你的车子一定要进行维修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马来西亚第三家 北马第一家 还有全马最大的Volvo 售后服务维修中心 也就是这个 Damage Repair Center 因为一个品牌不可以只买车 售后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 Service Center呢 它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首先如果讲你的车子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先进行维修 你可以看这边的器材 所有的维修检查仪器都是应有尽有 而且你看到吗 后面那一面墙上面有很多的器材 根据他们表示呢 这一个Volvo Damage Repair Center呢 它所有的器材都是国外进口 跟国外的维修中心是同一标准 也就是讲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享有跟国际同一标准的维修规格 别的先不要讲 你先看到这些器材 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专业的 当然在确定了损坏的东西之后呢 你要有零件去维修 所以他们有这一个 New Passroom 也就是储存这个零件的地方 他们可以在这边寻找你损坏的零件进行更换 然后刚才我也有问他们啦 就是如果今天你买的是Volvo的EV车款 或者是PHEV车款呢 如果有问题要维修这边也是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们的维修人员呢 是有经过专门的训练的 专门去训练来维修EV或者是PHEV 如果讲你的电池真的有damage的话 他们有办法维修的 这个不用担心 如果讲真的有戴盖莱西尼的车有发生碰撞之后 你要补漆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都烦恼的地方 因为呢像这个Volvo这种豪华品牌呢 他们的漆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不需要担心在这边的话 他们可以做得到 你车子一模一样的颜色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房间里面 他们有很多种原料可以调出你要的颜色 而且呢刚才他们有跟我讲啦 这一个漆料完全是从德国进口 所以你拿到的还是一样是入口货 除此之外你担心说你的漆色呢不一样的话 那么其实他们会有专门的器材来检测你的漆的data 然后他们会以这个分析出来的数据 来调配你车子颜色 所以不用担心 喷出来的颜色肯定会跟你原本的颜色一模一样的 检查好你的车子调好漆之后就是要喷漆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个密封空间专门喷漆 而且是采用德国或者是欧洲进口的仪器来喷 所以一定程度的确保你的车子喷出来的漆是非常俊 非常漂亮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吗 它的机器上面有一个大大个的瑞典国漆 瑞典进口的机器 除此之外在喷了漆之后呢 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器材让这个车器更快速的干 所以你可以更快的拿到你的车子 然后刚才他们又表示 这一个维修中心最多一年可以维修1200辆车子 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讲如果你是北马的Volvo车主的话 那么你的车子真的有时发生什么意外 你就不用担心来这边就对了 看到吗 又是一个瑞典的logo 那么这边是做什么的 其实当你的车子喷好漆之后 干燥之后 他们就会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检查 以确保你的车子喷漆是喷得非常均匀的 然后没有damage的 如果有的话 他们会帮你进行polish 会帮你进行维修 把你的车子的状况做到最美为止 所以就需要那么专业的地方 而且机器同样的瑞典进口 最后就是如果讲解你买到的不是新车 又或者讲 如果有一天你买到Volvo的recon车的话 可以不可以来这边维修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只要是Volvo的车款就可以维修 所以呢我真的很羡慕北马的朋友 因为有一个那么专业那么大的Volvo维修中心 所以如果你是北马的朋友 你要想买Volvo车款的话 那么可以尽量放心 因为这个那么大 规模那么大的维修中心 我相信应该可以给到你一个信心 对不对 所以如果讲你的车子有任何的意外发生的话 来这边维修吧